丁佩的书《李小龙和我的舊时光封面》中有这样一句话 用尽半生时光收红制点那份前面一生的怀念 简单的一句话描述了他和李小龙之间的情缘 提起丁佩的名字多数人首先会想到李小龙 因为李小龙临终前就在他家的藏上睡觉 但丁佩此人除了和李小龙瓜葛狠心之外 还真和香港大佬向华强有过一段婚姻 丁佩既能让李小龙隐为红颜知己 又能让向华强这样的大佬情根心肿 不知他何得何能 丁佩的家族背景万厉害的 外公鲍玉伦争是张学良在东北港舞堂的同学 后来张学良的姐姐加给了丁佩外公的堂哥 从这曾关系来说丁佩得喊张学良一声口哑 丁佩的外公鲍玉伦还曾经做过不平警察局的局长 不平也颇有势力 据传当年轟动不平城的江洋大盗燕子李三 就是鲍玉伦判决的 丁佩父辈这边则是世代行依的 后来国外形势逐步恶化 丁佩的父亲唐志愚 就带着其母亲鲍精环和以睡的丁佩展转到了台湾 丁佩的爷爷在他们一家三口去台湾之前 将自家的家底息数都吸了儿子 那时候的钞票不值钱 他们家张家财基本都兑换成了黄金和钻石家底破风 丁佩的父亲唐志愚也是医科毕业抵达台湾之后 就用爷爷吸的家底开了一个小诊所 母亲则不工作每日照顾他们父女娘 空闲就出去打牌玩乐过得很逍遥 因为家底风口父母又开明 丁佩从小就在台北的美国学校念书 接触的同学也是非父之跪 稍微大一点后年家有女初掌成的丁佩 凭借出色的母子 增征服了无数的男人 后来出道后的丁佩作风大胆 乡艳迷人和姐姐教育方式都是训不开的 1962年丁佩凭借出色的爱贸和优质的身材 成功考入了第一期中影演员培训班 1965年毕业后电影业还没有蓬勃发展 他也没什么气可拍 行下之余 他开始在台北的很多地下歌舞厅串场跳舞 一时间风投无意 因为和足联邦的老大陈启禮是自己好友 很多足联邦的兄弟们也都认识他 每次他跳舞的时候 那些小弟就不断地吸他送花蓝捧场 让他非常有面子 后来台北的地下歌舞厅盛传 他是足联邦帮主的干妹妹 是下面某个堂口的堂主势力非常大 所以没人敢惹他 由足联邦的庇护虽然让他免受了很多骚扰 但是也让很多导演和演员很怕他 不敢找他拍戏 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他 小命不保 后来娱乐圈内和他关系好的一个导演就说 你这样不适合在台北发展 你还是赶紧去香港吧 那边的机会很多 1967年丁佩就去 去了香港 加盟了少事 签到了周怀文旗下 也是这一年 丁佩写起了原名唐美丽 改名叫丁佩 丁佩刚到少事时 大家就知道这个女人不好野 所有的新演员中 只有他开着拉风的跑车去片场 在出道之初 周怀文就给他定下了发展的方向 走性感风 做验性 其实不光是丁佩自己 很多漂亮的女孩儿都是造验性出道的 因为哪个时代就是喜欢那样的电影 不然再演艺圈就混不下去 那时候的电影华没有什么文艺片和情怀片 大多都是舍故事片 只要观众喜欢看 有人买账 他们就会拍 丁佩先后拍摄了很多 类似应兆女郎和调金龟这样的电影 在剧中大多形象 也非常的性感了人 妥妥的艳星作风 私下女丁佩的作风也非常大胆 喜欢新鲜刺激 喜欢追求时慕 1970年 签下丁佩的周怀文已经根深业谋 不再根深做邵逸夫的左膀右臂 开始出来自立门户成立了家和 其实说白了那时候的周怀文 是嫌弃邵逸夫及他份的钱太少 所以才和何冠昌出来自立门户的 周怀文最利害的一件事就是发挂了李小龙 当年李小龙刚刚开始斩路头角 周怀文就为眼色才 不惜跑到美国签下了李小龙 1971年 李小龙的唐山大兴 成为香港当年最火爆的电影 不但周怀文赞到了前 李小龙的名字也传遍了整个香港 1972年3月中旬 是丁佩第一次见到李小龙 那天是李小龙的妻子林达的生日 周怀文和丁佩都到了现场 那天还有意思的 李小龙的右边是妻子林达 左边就坐着丁佩 李小龙和他相谈甚欢 丁佩在圈子内的大胆作风早就为李小龙所知 两人又紧崖着再一起就偷偷拉了几次手 多年后丁佩接受采访史说 第一次见面他就敢拉我的手 并不是他有多喜欢我 而是他认为我是一个放得开的人 在1972年到1973年之间 是丁佩和李小龙交往最密切的一年 这一年他们都过了很多甜蜜和激情的时光 成为丁佩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 一生未忘 周怀民和丁佩很熟 李小龙则是周怀民旗下的艺人 而李小龙和丁佩则对外秦是红颜知己 所以很多时候周怀民和李小龙谈论电影事宜的时候 还喜欢去丁佩家 气氛和谐而放松 1973年7月20日下午 李小龙因为要和周怀民谈论电影 是忘游戏的拍摄问题 而相若去了红颜知己丁佩位于北架山的公园内 谈论完关于电影的事宜之后 周怀民说先行一步去安排饭局 安排好之后再让李小龙和丁佩过去 周怀民走后李小龙和丁佩说有些头痛 于是就去了丁佩的恶室睡觉 谁知两个小时之后 丁佩走进恶室哭李小龙起床去吃饭时 却发现他已经毫无所觉 丁佩按纳着经据的情绪 慌张的及周怀民和李小龙的私人医生打电话 谁知李小龙的私人医生却联系不上 丁佩就打给了自己的医生朱博怀 等周怀民和朱博怀医生赶到时 李小龙已经与世长池没有了任何的生命迹象 一舍激起千层浪李小龙试在了丁佩的床上 消息传出之后引起了万千影迷对丁佩的痛恨 丁佩是最后一个和李小龙亲密接触过的人 不管他知不知道李小龙的真实是因 不管他如何自变 外界都是绝对不会相信他的 所有的谩骂由于潮水般冲过来 所有的影迷都是丁佩为仇敌 认为他是胡黎正 是他害死了李小龙 虽然后来有医学鉴定说李小龙是思于脑水肿 但是外界却对他的思因一直保持怀疑 所有的影迷都认为是丁佩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 才导致了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的思亡 那段时间是丁佩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 他不敢出门不敢露面 不敢出现在公共场合 更不能出去工作 只能每一把自己关在家里 他接到过影迷的恐吓 受到过影迷的骚扰和无数骂骂 甚至有影迷逼他自杀追随李小龙 这时的丁佩精神压力巨大 生活无以为望 不久后他就有了精神分裂的前兆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近两年 直到少事开始囚帕李小龙和我 丁佩才开始接触外界 这部传记风格的电影一上映 就受到了很多影迷的唾骂 外界纷纷指责丁佩不要脸 在李小龙思后还不放过他 竟然再用电影丑化他 外界对丁佩的谩骂之声更盛 多年后丁佩出面澄清 那几年他一直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下 一直在看医生少事找他拍摄这部电影时 他的脑子是没有自我判断意识的 所以才稀里糊涂怕了 那不是他的本意 尽管他这样解释 外界却根本不接受 谁是谁非只能留给后人来品评了 恰恰是在丁佩人生中 最黑暗的这段日子累 向华强对他关怀颇多 他就产生了依赖心理 向华强的父亲 早年是新以安的老大 从事过很多不法的活动 后来被驱逐出香港 去了台湾 向前早年间 是大粒身边的人 也有不少的背景 到了台湾之后 开始广交朋友 认识了很多台湾早年老长的人 这其中就包括丁佩一家 在丁佩宝受外界质疑的那段时间内 向华强一直陪伴他左右 不但在生活生对他关怀避致 在事业上也对他帮助颇多 不仅向家在香港的实力 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虽然不能帮丁佩摆脱 全世界李小龙影迷对他的谩骂 从生活上照顾一下 还是轻而易举的 据传 那时候的向华强对丁佩非常着迷 超级喜欢 简直是24校好男友的代表人物 才慢慢感动了丁佩 不得不说丁佩确实是有两把拆字的 即使是在人生最逆境的时刻 他也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男人 虽然向华强有黑道背景 但是他的谓人却饱受圈内好友的称赞 称赞他讲义气、不拘小节、细心、大气等等 1976年丁佩和向华强结婚了 两人的结合一方面是因为有感情 一方面是因为丁佩真的非常感激 向华强再危难时刻对他的帮助 婚后不久丁佩怀孕生下一个女儿 不再过问外界事物 开始一心想法 丁佩和向华强的婚姻仅仅维持了4年 就因为陈南的出现而终结了 两人好最好散 离婚时既没有护士也没有吵闹 丁佩愿意承传他们 向华强和陈南也愿意保证丁佩后半生的生活 至此之后丁佩带着女儿独自生活 一节生活开始都是向家来之父 丁佩对向华强的感情很简单 感觉除了感激就是感激 不管是婚姻内还是离婚后 丁佩从来没有说过向华强的任何坏话 都是感谢之言可见向华强的婚人还是不错的 向家和丁佩的关系一直很微妙 两家走的狠近 关系也非常好 就像一家人 奇妙的是向太陈南的大儿子 向左出生日期也是7月20日 和李小龙的既日是同一天 向左出生之后丁佩一直拿向再当亲儿子一样爱护 他认为是李小龙回来了 所以他要加倍爱护 现在的丁佩基本不理俗事 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修行上 这对他来说未尝不是最好的归宿 丁佩这一生有过绝代风华 有过失以落幕 也有过跌当起步 不管是哪一种人生 岁月流逝 一次的一次都将成为八指上的一段故事 千凡过尽回首过往 这些故事 终将会被吹散在时间的烟雾中慢慢消失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你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观看